欢迎小声志,我是喜耀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个新闻 请看一下 看了这个新闻 至少我们可以得知一个重点 也就是GISP创办人之女 承诺从今以后会从善如流 不再追随奥尔根主义 其实这次的访谈还有非常多的重点 这支影片我就和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们聊到刚刚的那个重点 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着在之前各个州属 包括王室去把GISP定调为 是异端组织的这一个名号 包括雪兰儿、玻璃士、像是马流甲 今天创办人之女通通承认 他们也承认奥尔根主义 就是这个异端组织 但是好的事情就是 他们要从善如流了 他们从今往后悉心革命 将会按照宗教局的这个要求 去推行相关的这个交易 当然他们要所改是他们的说法 要不要接受见仁见智了 但是到底要怎么跟这个宗教局做配合呢 他们有给出例子的 比方说他们其实就开始去上了宗教局的这个课 500个小时的这个这个课程 开始慢慢的矫正自己的这个思想和关于宗教的一些认知 除此之外呢 其实宗教局也是把他们监督的非常的严谨 时时刻刻呢 都在关注着他们的这个一举一动 所以在这里这个创办人之女也向大家保证 其实呢 我们是不会落落来的 你看我们一切都受到这个宗教局的这个规范 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呢 他也表示 其实他们在之后想要更加的专注于这个商业的活动 所以呢 希望这一个东西呢 可以慢慢的回归到这个正规上了 OK so 听到了这几个重点了 我相信大家想的应该跟我不会差太多了 也就是 你承认 然后你道歉反省 是一件好事 应该给予肯定 但是事情有没有这么容易的 就可以返回正规 返回商业活动了 我相信有关当局是 不会那么轻率的 就那么过了 OK 毕竟这次GISB的这个课题 其实牵涉的范围跟严重程度 实在是太大太广了 比方讲 之前的这个孩童的关于基建案 其实这个案件还没有处理好 如果你讲到商业的部分 包括税收的部分 似乎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疑团 等着一点一点的被挖掘 还有一点就是呢 虽然现在这一个 类似于负责人 其实是跟大家承诺了 他们将会从善如流 不过其他的这一些信徒 长期以来跟随着这个傲根主义的 这一些人 他们能不能直接做到 那我们又怎么确保 他们其实真正的 是有放弃追随这个教义的 这些事情都有太多值得探讨 跟慢慢去研究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我会认为说 这次的这个访谈 实则上是一个 我觉得还算有担当的一个访谈 至少他愿意承认 他愿意反省 但是事情肯定不会那么容易就结束的 OK 那除了这些重点之外呢 其实GISP也是有提出 他们的一些疑问跟疑虑的 当中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 其实目前有非常多的这个孩童 都是被直接的扣留 在这个所谓的监护所 因为当时候有关当局的这个做法 就是不希望这个孩童 继续的受到这个GISP的一些 的这个行为的可能带来的一个损害 不过GISP的律师 其实是有出来表明说 其实这些孩童呢 很多到至今啊 父母不愿意来去认领 主要有两个 第一就是呢 因为有关当局 直接把他们的父母呢 都已经关起来了 所以父母想要去 重新见回孩子都不能 第二样事情就是呢 这一个父母 他自己也会担心 他担心呢 如果这个时候呢 去认回自己的这个孩子 那有关当局 会不会就此去对付他们 OK 这个说法 当然有人会赞同 有人反对 不过 怎样讲得好 我们还是要稍微的去 从GISP这一边 他的律师说法 给大家其中一个面向 也就是 有关当局 到底要怎么去处理 这一些被 目前在这个监护所的这些孩子 之后是应该由福利部去 去教养吗 还是应该交回给他的这个父母呢 我觉得这也会是 接下来两难的一个局面 接下来一点 我觉得也是相当匪夷所思的 也就是按照这个创办人之女的说法 其实他们的这个教纲底下 这些课程是受到这个雪州宗教局的批准的 也是这个理由呢 其实他们认为啊 他们所办的这个教育 其实一定程度是有受到这个官方认证的 那怎么可能因此呢 又讲说这一个教的东西就是不好的 或者是异端的呢 OK 所以目前这个球呢 其实是踢到了这个雪州宗教局这边 他们需要给出他们的这个解释 那到底事实长什么样子呢 会不会是其实教纲批下来 但是呢 这个教书的人呢 他却自己传授一些在教纲之外的这些教育呢 这一切都需要等到雪州宗教局那边 给出一个答案 我们才能知道 OK 所以到了这一个份上呢 基本上我们能确认一点 也就是呢 GISB的其中一个负责人 是直接出来承认了这些东西 但是之后 这一个东西啊 要怎么去散后 包括所造成的伤害 要怎么弥补 包括往后的这个道路 能不能真的把它导正 导到值 然后让这一个组织恢复 某一些的这一个商业活动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OK 所以这期呢 就跟大家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新闻总结跟简报 喜欢的话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